音乐 哈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新北势力锦和高中陈佳琪老师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课程内容是 汤木森引起射线管2 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内容当中 介绍了19世纪中叶的社会背景 还有气体放电现象的研究 我们在这一次的课程内容当中 将要深入的去介绍阴极射线管实验 那阴极射线管实验的研究成果 主要可以分为两个人的工作 一个是克鲁克斯 一个是我们熟悉的汤木森 而汤木森做的研究比较深入一点 他做了三组阴极射线的研究 那克鲁克斯的工作比较属于 去确定这个阴极射线性质的部分 简单来说 克鲁克斯的工作主要是在阴极射线的定性 而汤木森的工作是在定量的部分 首先我们看到克鲁克斯的工作 1879年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制成了高度真空的克鲁克斯管 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发现 它是接着我们之前看到的阴极射线管 之后它再去进行高度的真空 然后加了条件之后再去对这个阴极射线进行研究 它做的第一个尝试是 它让这个阴极射线通过障碍物 结果发现通过障碍物的阴极射线 会在玻璃管壁上形成清晰的阴影 那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现象可以说明阴极射线具有什么性质呢 你想到了吗 这个现象可以说明阴极射线有直径性 接着是克鲁克斯的第二个发现 克鲁克斯发现将磁铁一进 克鲁克斯管会使阴极射线偏向 到这边问题又来了 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克鲁克斯没事要拿一个磁铁去靠近阴极射线呢 各位同学想得到答案吗 原因是在于阴极射线这个名称 其实在当时的物理学界引起了两派不同的争论 有一派的认为这个阴极射线应该是电磁波 而有另外一派的认为这个阴极射线应该是物质的粒子 所以克鲁克斯就想到说 我可以利用电磁波不会受到磁场影响它的行径方向这样子的特性去测试 结果果不其然 他拿了磁铁去靠近阴极射线之后 发现了这个磁铁靠近会让阴极射线偏向 所以这说明了一件事情 阴极射线应该不是电磁波 可是他其实不是很确定 所以他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再去探讨说 这个阴极射线究竟是电磁波还是物质的粒子呢 于是他做了第三个测试 克鲁克斯将阴极射线照射到安装在克鲁克斯馆内水平轨道上 装有云母液片的风轮石 结果发现这个轮子竟然会转动 那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是云母而不是其他的材质 回到我们原本的话题 这个阴极射线如果可以产生的话 那假设它又是物质粒子 我们大概可以猜测说它的质量应该不会太大 那所以我们选择用一个比较轻的云母材质的液片 试试看 结果克鲁克斯就发现说 这个阴极射线照射到云母液片的时候竟然可以推动它 那在当时我们是认为光是没有质量 所以照理来讲 如果是光照到这个云母液片的时候 应该不会发生让这个轮子转动的现象 于是克鲁克斯更加的确定 这个阴极射线应该是物质的粒子 所以前面克鲁克斯已经做了几项对阴极射线性质的测试 接着汤姆森就利用这些定性的基础上面 再去对阴极射线做深入的探讨 那他非常严谨的做了三组有关阴极射线的实验 在1894年当时担任英国剑桥三医学院卡文迪西实验室主任的汤姆森 他设计了一系列有关阴极射线的实验 首先第一个实验室 他将这个阴极射线管稍微做了一下改装 这个改装的重点在于 他让这个阴极射线管的阳极变成一个闸口 这个闸口只能让一定量的阴极射线通过 接下来我们在前面看到的 不管是气体放电管也好 还是阴极射线管也好 它全部都是直直的管子 可是汤姆森也在这一点上面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 他把这一根管子做成弯的 而且在这个往下弯的部分 他设计了一个静电的集电器 而且在上面加了一个金属的外照 那他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 如果我今天阴极射线在没有外加磁场的情况下 它会直直的前进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阴极射线的直径性 所以没有外加磁场的情况下 这个阴极射线不会跑到静电的集电器里面 可是我今天如果加了外加的磁场之后 让阴极射线偏转 我只要控制这个阴极射线的行进方向跟磁场的强度 我是可以让这个阴极射线跑到这个静电的集电器里面 那当然为了确保说 这个静电的集电器是因为阴极射线跑进去 它才带电 所以它在外面有了一个接地的装置 这个实验主要可以证明阴极射线确实是带有负电荷的 接着前面的人做过阴极射线会受到磁场的影响而偏转 那汤姆森接下来的测试就是 那我加电场试试看 结果也发现说这个电场可以使阴极射线偏折 接下来汤姆森的最后一个实验就是把电场跟磁场全部加进去 结果发现外加电场跟磁场可以求出这个阴极射线中带电粒子的速度大小以及赫子比 以上是汤姆森所做的三个有关阴极射线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它的发现如下 第一组实验证明这个阴极射线带有负电荷 第二组实验证明电场可以令阴极射线偏折 第三组实验则可以导出阴极射线中带电粒子的速度以及赫子比 但是我们说 诶好奇怪哦 这个汤姆森究竟是如何利用这三个实验就可以求出阴极射线的赫子比呢 那汤姆森又是如何论证说 这个阴极射线中的带电粒子 它不是其他的粒子 而是所有原子都有的更小组成 也就是电子的呢 敬请期待后续精彩课程 谢谢